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改 比如說改這個按確定 它也是可以改 寬度不足而已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下個月 那下個月呢 就是把這個月的日期加1就好了 那這個月日期呢 我們怎麼樣去做更改 其實很簡單嘛 把中間的也是一樣 在插入函數裡面呢 找到最近喜歡過的date 那只要把這個一樣 這個加什麼 這個是這個 那曼時的話呢 就是這個月份怎麼樣呢 加1就好了嘛 然後一天date1這樣就好了 按確定 有沒有 那就是下個月 那格式看你要不要更改 如果你要更改的話呢 再把它改跟上面一樣 這個是這個格式 一個5月1號 那一個是6月1號 那本月的結束日是哪一天呢 這邊我們就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格子的日期 減1 這個格子的日期減1怎麼做呢 對不對 所以這邊插入函數裡面呢 找到其實日期 對日期 日的部分 然後呢 把這個日期給他對不對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減1把這個日期有沒有 減掉一天 減掉一天 留下日的部分 減1 留下日按確定 那這個月呢 就有幾天呢 5月份就有31天 這樣來的話呢 第一天的結束日 所謂第一天結束日就是說呢 我們這上面有日1 2 3 4 5 6對不對 然後呢 應該要放在哪一個位置 哪一個位置 那我前面我們也用過一個函數叫做week有沒有 week如果喔 week的參數不要加的話 就是外國人的觀念 外國人認為說呢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是星期天 所以呢 第一天1 這個是1嘛 這是2 這是3 一次累退 那我們應該放在哪裡的話呢 可以用week這個函數 所以第一天的位置請你用什麼呢 在日期函數裡面找到week weekday 這邊的話有一個weekday這個地方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給他什麼呢 給他的是本月的日期 這個日期 第一天日期有沒有 然後呢這邊 return type這裡喔 不要 就空下來就好 就是外國人的觀念 按確定 那就會出現 第一天位置在1就是禮拜天 那所以呢 我們到時候這個位置就直接 到時候顯示就放在這裡就好了 就可以把萬年曆做出來 所以這個是前日作業 先把這裡的話試試看喔 先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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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